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發言會 現在開始開會進行討論四項第四案 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 分別於107年4月2日、10月22日 及12月20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正義委員廖國棟及陳超明擔任主席 會中分別邀請經濟部部長沈榮晶等 就委員提案提出說明並達付委員質詢 另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 派員列席備詢本院經濟委員會 賦予108年5月6日舉行全體委員會議 繼續病案審查行政院韓情審議工廠管理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由正義委員賴日榮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部長沈榮晶 就說明修法要指令邀請經濟部政務次長王美華等 相關機關配員列席備詢 圓獲有緣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對方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純密討論 並將全任病案審查文俊擬據審查報告提報 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需將有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由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賴日榮補充說明 本案通過負擔決議五項 令保留送運會處理負擔決議二項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賴日榮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報應會因協商與育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 依立法院執權行使法第71條之一 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 原以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首先我們請徵委員民衆並停止登記 徵委員民衆 現在要請求嗎 是 訪問討論 沒有討論 謝院長 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的大理討論 我有幾點意見 第一點是本次的秀阿理由 本次工廠管理法修正案 主要目的是以專章方式 針對我國農地上四萬家圍章工廠 制定出有效的管理輔導機制 由於現在圍章工廠面臨登記證 將在明年6月2日到期 屆時 未合法化的業者將無法再進行營業 且農地也有 一萬四千公頃工 違章工廠使用 農地破碎問題非常嚴重 而且對當地環境 已經做相當的污染 假設不以納管無法保護環境 為求在經濟發展 居民就業環保安全 等三則起的平衡 確保能有效降低環境污染 堅固農地農用的情況底下 我們黨團支持做適當的修正 但是這個這麼重要的政策 行政院沒有做好政策評估 蘇院長在今年2月 在立法院遍詢的時候 宣誓將修改工廠管理輔導法 向業者掛保證 明年6月2日以後 容可繼續營業輔導 違章工廠合法化 所以蘇院長已經公開保證 一定這個草案因應可以通過 但是行政院把這個草案送來 之前根本沒有做好相關的政策評估 到底違章的工廠是 三萬八千家 四萬五千家 還是十三萬家 相關機關資料不全 而且其中到底高污染多少家 中污染多少家 低污染多少家 相關機關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顯然修法極為倉促 只為兌現政策支票 卻為做精切評估 未來可不可行 令人餘利 我們的結論是 這樣子的修法 完全是為了兌現 完全為了兌現 今年2月間 蘇院長站在這裡 對大家的政策承諾 完全是政策買票 相關的配套不足 所以 國民黨在相關的協商裡面 希望加入行政院的督導匯報 好好來做督導 執政黨也不願意 所以 國民黨不願意 為民進黨做背書 因為這是改革罪辦 這個修法 完全是為了兌現 蘇貞昌院長的政策出票 國民黨拒絕背書 國民黨拒絕背書 好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李委員 洪軍 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討論工廠管理輔導法 最主要的核心問題是 這些歷史留下來的農地微建工廠 我們究竟應該要如何來處理 我們從民國90年臨時工廠登記實施以來 到現在已經整整29年 已經納管了7400多家這個業者 但是這麼多年來 這7400多家 能夠依然找不到適宜的工業用地 問題到底處在哪裡 經濟部具體的方案到底是在哪裡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 繼續對這些農業用地的工廠 讓它再延25年 難道這就是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根據統計 現在散落在農地的工廠的數量 已經從經濟部統計的6.9萬家 加倍翻漲到13萬家 我想請問各位委員 我們努力了20年 好不容易在2015年 我們通過了國土計畫法 夠大家挑燈業戰 努力的為台灣這個環境奮鬥 可是我們現在自己在打自己的臉 讓台灣的農業用地 繼續的破碎化 讓台灣糧食自給率繼續的降低 這個國土計畫法的我們是形同虛設 我們認為農地的違建工廠持續的增加 負起最大的責任是誰 當然是政府 因為農業的政策跟農業的政策 農業的政策跟產業政策的平衡 乃至於國土規劃法的整個的一個搭配 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些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也是行政院應該提出的方案 結果我們看到的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只是問題把這些違建的工廠 建立了一個所謂的弱日條款 然後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嗎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要給這些工廠沒有辦法生存 而是希望經濟部能夠負起責任 建立積極有效的機制 或者去輔導這些工廠的轉型跟簽廠 以達到產業的環境的雙贏 所以如果守護餐桌的媽媽是媽媽的責任 那維護食安保護農地 不被侵占違法 這個是宏觀的國土規劃 這個更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修法 特別是在訂了一個弱日 大家說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可是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 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 國土規劃 農地的保護 工廠的維序 這個四個環節 如何去建構出一個完整的一個配套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一個好的方案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理委員 再一位請許委員育人 本次行政院版的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目標設定為 拼禁機固環保守農地 並且對於未登記的工廠 採取全面納管就地輔導合法經營的三大策略 然而實際的修正內容 卻是讓違章工廠 就地合法 進而可能毀農滅國 本席贊同拼經濟固環保守農地的目標 但堅決反對 假拼經濟之民行圖利廠商之時 假固環保之民行坦戶違章工廠之時 假拼守護農地之民行毀農地之時 目前的修正版本幾乎無門檻的讓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更將讓再違法的廠商的利益 拉到比守法廠商 國民實安全義 以及國家法治單位 與信賴更高的地位 本席深感擔憂 相言之 本次行政院版的修法 讓既有的違章工廠 可以變更為特定目的的事業用地 特定工廠登記得以排除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國土計畫法 未來農地工廠登記之後 得以無視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建築管制 要蓋成摩天大樓或其他使用 都無法依循現行的體制開罰 農地工廠罪人令人詬病之處 在於零星散落的分布 使得污染難以控管 並增加工業廢水、污染農地的風險 工府法實行近20年 此次修正草案 等不到違章工廠整治 只獲得第28條支持的就地合法條款 一旦修法通過 擺明就是放任農工混雜的現象 更荒謬的是 提到工廠污染的處理部分 政院版的並未明文規定由環保署主導 而環保署也回應是由主管機關 會同經濟部相關規定的認定 對於這樣的一個規定 若非屬於中高污染的產業 就會被歸類為低污染 但實質上其實有相當多污染的風險 未來農地將面臨許多的一個不確定的狀況 本席再次呼籲 經濟的發展並不應該建立於農村的剝削 危害國民糧食安全 經濟不應該打折違章工廠 為中小企業生存之必要的假議題 來綁架台灣人 葬送台灣農村的未來 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 應該奠基在新增建違章工廠 急暴急拆和中高污染優先處理的大原則之上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洪委員持擁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接下來我們將要針對 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草案進行表決 在表決之前 持用有一些想法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持用來自於台中地區的譚亞生 在這個地區長期以來 有一群配合著政府政策在賣命工作的中小企業 他們在在地發展出一個高密集度的零燈工廠聚落 那這些工廠大多是屬於低污染的產業 那也符合了消防安全跟環保的相關規定 他們也願意付出相當的成本來換取永續經營 可惜在台中其實工業用地總是三多週少 而且工業區的開發也是緩不計及 用地的價格更是高不可攀 但是這些工廠呢 其實在台中的產業鏈 其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上下游的一個角色 那除了面臨明年的這個林登大縣的到期之外呢 其實未來這個林登工廠它要怎麼輔導 其實是我們最近討論工服法最迫切要面對的問題 今天修正的工服法 其實林登廠商的訴求非常的簡單 就是如何在維持公共安全跟環境保護之下 能夠符合法令的規定來營運下去 得以生存以及照顧員工的生計 而過去呢這個工服法曾經歷經了兩次的一個修正展延它的輔導期限 可是這樣的一個林登工廠的輔導 或是未登的一個清查或納管 其實成效都是非常非常的差的 這一次的修法如果說 我們只是把這個問題丟給下一個十年或是第二個十年 而主管機關或是部分的業者還是繼續心存僥倖 沒有去落實政策 我想這一次的修法也是徒勞無功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雖然大家對於這個工服法的修正 還是有一些奇異的一個看法 但是問題就是在那裡 我們要想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未來主管機關對於輔導這些林登工廠 或是要清查以及這個納管這些未登記工廠 這些工學力以及各項措施 需要真正的去落實並有效的去執行 讓外界真正去看到我們對於工廠管理輔導的具體的一個成效 我想這才是處理歷史工業比較有意義的積極手段 我想大家的共同的一個目標是相同的 我們希望來解決這長年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在表決的時候 能夠兼具環保以及我們這些工廠 他的一些員工的生計來做一併的考量 尤其是在後續的公益訴訟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支持 謝謝 下一位請您委員易华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要來通過是工廠管理輔導法 這個法受到各界非常多的關注 因為我們都希望 當然以這次行政院的說法 是說希望能夠來做到所謂的全面納館 就地輔導 但是我們希望的除了兼顧原來的所謂的歷史上的問題之外 最重要是如何能夠回歸到農地農用整個國土規劃的角度 以及大家所關切的包括現在工廠在農地的中間 這所造成的所謂的農地的污染 而這對於我們整個的農作的發展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 當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孫章院長的確是宣誓要修改 可是我們看到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比較是要讓現在所有的工廠能夠就地合法 而看不到相關的很多的監管的機制 甚至包括就像剛剛曾明總委員所說的 到底現在我們的違章工廠到底是三萬八千家 四萬五千家還是十三萬家 我們各機關的資料是完全兜不起來的 另外呢到底現在的污染的狀況 高污染中污染低污染的工廠各是多少 到現在也是一樣講不清楚說不明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除了民進黨想要急著兌現 他的所謂政策支票之外 到底我們對這件事情是不是有積極的 希望能夠進行相關的輔導以及解決我們現在存在已久的問題 而能夠還給農地應該有的空間 這都是我們現在看到在過去因為沒有積極的處理 所以呢在過去的修法到現在只有十家完成合法化五家遷移 所以我們希望除了法通過之外 我們也特別在國民黨團提出了一個監督的機制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剛才在相關的我們的協商的部分 民進黨黨團卻沒辦法接受由行政院院長來主持一個跨部會 以及跟縣市政府來溝通的平台 如果今天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在立法院我們通過 尤其在加上落日條款的訂定之後 我們希望是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如果真正要解決問題 當然必須要有行政院院籍來每年非常認真的督促相關的執行的狀況 才能夠讓這件事情真正的我們去面對 才能夠面對不管是各種 我們包括現在原來要輔導的對象 以及對於我們關心環境議題的所有的朋友 才是一個積極的來溝通跟面對 以及未來執行的做法 所以希望能夠再來國民黨團提出修正案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大會院會的支持 以上謝謝 謝謝林委員 所有登記廣泛討論的委員均與歡迎完畢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增訂第四章之一 請宣讀張明 審查會第四章之一 為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四章之一 為登記工廠及特定工廠之管理及輔導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四章之一 為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代委員士保並截止登記 謝謝院長 院長各位先進 那麼我還是要針對剛才的廣告討論 全國的民眾宣告 他就地合法 他就是就地合法 就是降雇的利益啦 非法違規占用農地 用農地的名字去蓋工廠 然後我們的政府要讓他就地合法 這麼大面積 一萬多公頃 這麼大的農地 就不見了 我們全國的農地 大概六十多公頃 所以這裡面大概佔了二點多趴 我們二點多趴的農地不見了 我們看到戰斧對於過去的歷史 過去這麼多人的違規使用 他的做法就跟呂秀蓮前副總統所說的一樣 叫頭痛俱腿 頭痛一腳啦 就有一點類似 何卵先面對華航工會罷工的時候 一秒鐘全部解決的 你要了頭痛給你 所以在今年的時候 蘇議院長說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以為有多偉大的一個做法跟政策 結果不是啦 這是就地合法 換句話說 你這樣越過這麼大屁 就都你了 而且現在訂了一個二十幾年的一個落日條款 各位 這二十年也好 二十五年也好 十年也好 就已經告訴全國老百姓啦 這個問題就是 吃麥就是你的啦 如果今天這個法序這樣通過的話 我真的呼籲也拜託 有良知的立委 真的不要分黨派 這個題目不是黨派的問題 這個題目是一個良心的問題 就是 你要看著我們的農地 一點一滴的損失嗎 一點一滴的喪失嗎 如果這樣子過的話 那未來 溫泉 只要人多了 一樣要求這樣開放就地合法 我們的山坡地的 山地的一個爛肯 一樣 只要人多了 嫌疾到了 這樣不就低頭 這是最壞的示範 每當我做選民服務 看到多少人 該人用了一點點國家的土地 還要被課 所謂的不當利得 你就發現到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請會委員洪泰 好 院長各位委員 來不及做廣泛討論 利用這個時間來針對這個題目 表達我個人的看法跟憤怒 我不知道我們今天主席 為什麼急著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今天把這個法案通過了 全台灣的農地都要遭殃了 全台灣那些在農地上的非法工廠 不知道要污染多少的農地 這是一個多麼嚴肅的問題 到了選舉 民進黨為了選票 就做一些讓子孫蒙羞的事情 剛才不管有人講 這是3.8萬家非法的工廠 或者是6萬9千家或者13萬家 我們就簡簡單單的 就3萬8千家好了 我們將近有1.4萬公頃的土地 就這樣子的就地合法 污染我們的其他的農地 各位 以工業 工業區最便宜的地價 一瓶簡單算8萬塊好了 1.4萬公頃就是3.4兆 各位1.4萬公頃就是3.4兆的錢 讓這3.8萬家的就地合法的所有權主 送給他們3.4億 各位你知道一家就地合法以後 一家工廠可以拿到多少錢嗎 至少平均下的是9千萬 多少人辛辛苦苦 不要講9千萬 賺9萬塊9千塊都很難 今天我們偉大的蘇院長 送來的法案 我們偉大的立法院蘇院長 讓他通過就地合法 這個有天良嗎 對得起我們全台灣的老百姓嗎 免費到了選舉 就大量的用政策買票 各位這個很多的錢 一張票很貴 更貴的事讓我們痛心 我們的土地就被被污染了 民進黨口口聲聲說什麼正義 到了選舉 蔡英文 蘇貞昌 跟我們主席蘇院長 聯手起來欺騙我們的老百姓 用政策買票 今天是土地正 以後民進黨沒有資格 再去講土地正義 蔡英文 你是很丟臉的 謝謝會委員 不過跟會委員報告 立法院是何一致 不是我講通過就通過 不是我講通過就通過 是要院會通過才通過 不是我個人說這個法案通過就通過 下一位我們請王委員玉敏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可以看見 蔡英文總統在選前 她不斷標榜 把糧食安全 環境友善 跟土地正義 列為她最重要的政見 然而蔡政府 這三年以來 面對這些非法的工廠 持續對農地造成汙染 面對我們這些農作物 遭受到汙染的食安危機 面對台灣農地 持續縮減的現象 卻是毫無作為 行政院第一時間提出來的版本 竟然還不設所謂的落日條款 可以說態度非常消極 跟她口中所宣稱的 要重視土地正義的價值 是完全背離的 2018年 全國國土計畫的報告 就已經告訴大家 台灣農地呈現破碎化 近十年來 每年農地土地逐漸流失 十年來已經流失三萬四千多公頃 而其中高達1.4萬公頃的土地 就是被非法工廠所佔用 我們可以看到 在2010年的時候 曾經工廠管理輔導法 修正採用臨時工廠登記 但是這十年間 只有7421家工廠 完成臨時工廠登記 十家完成合法化 而到目前為止 環團所觀察到的數據 非法的農地工廠 還在持續增加 顯然政府的公權力 完全沒有真正的落實 所以面對今天的修法 我覺得執政黨要負起更大的責任 在立法院 民進黨是多數 蔡英文總統口中所謂的 土地正義的價值 可不可以被捍衛 就會在等一下相關的投票過程當中展現出來 特別是目前我們看到 經濟部的立場 一昧的是幫這些非法工廠護航 完全不知道自己管理的角色跟責任 而在各部會的分工當中 我們也看到大家目前對於污染的一個界定 到底是要由環保署來界定 還是經濟部來界定 全責不明 在污染的過程當中 這是對農地最大的一個侵害 如果我們對於目前違法工廠 所排放的污染物視而不見 持續放任這樣的一個非法工廠 對於農地的侵蝕跟傷害 我想我們都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我們要守住土地正義 謝謝 謝謝王委員 下一位請賴委員瑞隆 賴委員瑞隆 賴委員瑞隆不在場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吉 主席各位委員 我這個也算是廣泛討論 因為剛才登記的時候來不及了 我們在審查工廠管理輔導法的過程中 一直聽到民進黨聽到經濟部說 這一次的修法是為了將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全部納管就地輔導 聽起來這個是名正言順的 實際上呢就是為了要讓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就地合法 本席沒有聽過在立法院 有哪一個法案是要就地合法的 民進黨政府經濟部 好像只聽到這些農地上 違章工廠業者們的心聲 但是對於既有的合法工廠 農地上違章工廠周邊 或臨近的居民來說 多年的環境 衛生及公安的夢魘 將會持續下去 民進黨政府卻從耳不聞 因為民進黨政府 民進黨主政下的經濟部 根本只為了經濟 為了財團 即為了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 如此賣力的要在今天 要在立法院臨時會 強度觀山 罔顧了地方居民的生命 及健康福祉 要強行通過這一次的工廠管理法 輔導法修正 農地上的違章工廠 這不僅只是單純產業或經濟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也牽涉到 地方政府的長期末世放任 對於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制度的執行怠慢 以及違章工廠對業者對於土地使用的投機 對違規後所獲得的計額利潤 及違規遭受財閥間的利益的前衡 這個都使違章工廠在農地上繼續蔓延 這個也牽涉影響更周邊的民眾的居住 跟生活的權益 但是本席呢發現 在相關的修正條文 完全看不到對於地方政府 有任何都市的具體作為 我們的農業委員會 對所主管的農地也沒有聽到農委會發聲 這麼多的違章工廠 設置在特地農業區 在這麼多的優良農地上協商法案的時候 農委會沒有任何發聲 農地上的違章工廠所產生的製造 空氣水土壤及噪音相關污染 環保署也沒有任何反應 衛生福利部對於公共衛生的事情 違章工廠周邊民眾的健康 衛生福利部也棄之不顧 自若網文 那一切都是進一步說了算 那取得工廠登記後呢 好像是彷彿取得了一張免死清白 所以這樣的一個法要強行通過 我們的國土管理制度 蕩然無存 所以犧牲的是我們違章工廠周邊 我們民眾的生命及身體健康 所以請大家能夠三思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請蔡委員陪惠 院長以及各位同仁 今天要來討論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草案 對我來講是萬分的痛心 因為我們每次看到農地上這些違章工廠 如果我們不處理就看到它的廢水再排出來 如果我們不處理就看到空氣污染 難道我們能夠不處理嗎 這是歷史工業幾十年的問題 就如同我們身體受傷 劃下第一刀的農會流出血水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我們的工廠管理輔導辦法裡頭 有三把刀 第一把就是要把中高污染的廠牽走 或者是要求他們關廠 第二把如果地方政府不作為的話 中央政府要給予斷水斷電 第三把在留下來的低度污染的工廠 我們要協助它的公安處理 協助它的環安處理 好比說污水好比說廢棄物 好比說這個消防好比說交通 一旦要符合這些規範 才能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而這些時間難道可以一塑可及嗎 沒辦法所以有十年的時間 希望這些工廠在兩年內申請納管 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接著我們要來改善 如果他做不到展延 但是這樣子他能夠取得合法工廠的指導嗎 還不行耶 因為經濟部跟工業局處理了這個問題之後 就會列入第二個階段 他要取得合法工廠啊 我必須告訴大家 大部分人只看到工農相爭 忽略了工工相爭 為什麼叫工工相爭呢 因為所有合法的廠商 他只要去工業局取得合法的土地 他要付出成本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廢棄物的處理 他要付出成本 在這個過程當中污廢水的管制 他要付出成本 換句話說 整個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是要來協助這些工廠走向合法化 既然要走向合法化 就在十年的特定工廠登記之後 接著要要求環保署 要求農委會 要求經濟部 要求地方政府跟內政部 來協助他們能夠走向合法的所有法律規範的管制 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要提出落日條款 換句話說 難道我們國民黨的同仁 你們還要忍受這種公共相爭嗎 難道你們在過去的這個期間 沒有聽到公共相爭的壓力嗎 另外我必須要講 民進黨政府提出工廠管理輔導辦法 是扛起責任來 因為一定要把中高污染移除官場 另外要做好環安跟公安 才能夠確保在農地隔壁的工廠 不要再做污水排放 扛起食安的責任 再一次的強調這個法律不簡單 可是劃下那一刀就是要努力的達到目標 一起努力 謝謝蔡委員 法院會 現在依再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審查會張明之 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請問院會 本章照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張明通過 有意 好 有意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在按您7分鐘 並分發表決卡 兩回合 約柏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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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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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写 观看 观看 其 观看 感谢观看 并且 观看 所以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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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條前段規定辦理之行及既有未登記工廠 1. 前條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3. 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指標是現時主管機關為一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著語簡列、簡播或緩播相關補助盤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8條至2 為此為登記工廠全面納棍及就地輔導 中央主管機關因會省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求正式條文施行之起6個月內 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擬定管理輔導計畫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管理輔導計畫內容應在明下列事項 以新增其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行程 而新增未登記工廠1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 其既有未登記工廠1千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三 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一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著語簡列解剝或緩播相關補助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8條至2 為此未登記工廠全面納棍及就地輔導 中央主管機關因會省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因於奔放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期六個月內 就轄區內未登記工廠一定管理輔導計畫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管理輔導計畫內容應在名下列事項 以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行程 而新增未登記工廠1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 及既有未登記工廠1千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三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位移第二項規定期限 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的卓域簡列 簡播或緩播相關補出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為達成為登記工廠全面納款及就地輔導制政策目標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工廠管理輔導匯報 由相關部會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 開會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參與 負責推動各項工廠管理輔導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 必要時得報警行政院協調之 前向工廠管理輔導匯報決議之事項 相關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執行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追蹤管靠 每年公告於網站 國民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8條之二 為時為登記工廠全面納款及就地輔導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上有關機關訂定執行方案推動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法中華民國 108年6月27日修正市條文施行之日 前六個月內就轄訊內為登記工廠 聯定管理輔導計畫 報警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向管理輔導計畫內容 因在明下列事項 以新增及及有位登記工廠之調查先行 二 新增未登記工廠 已前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辦理之情形 及及有位登記工廠 已前條第一項後段規定執行之規劃 三 其他管理及輔導措施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第二項規定期限辦理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足以簡列 簡播或緩播相關補助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為達成為登記工廠全面納關及就地輔導之政策目標 行政院應設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 召集相關部會首長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共同組成 執事跨部會協調各項工廠管理輔導 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 召集人應指定一名真委員或部會首長 擔任匯報執行長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幕僚事務 前項工廠管理輔導 匯報決議之事項 各部會應落實執行 行政院應定期追蹤管靠 每年公告於電腦網站 第五項之工廠管理輔導 匯報之組成任務 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順項 由行政院定之 宣讀完畢 黃委員招順聲明 對剛才支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劉委員趙豪聲明 對剛才支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首先我們請征委員民眾 並截止登記 謝主席 有關本法要修正 在能確保有效降低環境污染 兼顧農曆農用 及給予中小切發展空間的前提底下 國民黨支持做適當修正 眷錢未登記工廠的管理 但是行政院把這個法案送到立法院來 沒有做相關的評估 如同剛剛提到了 到底現在的違章工廠到底是三萬八千家 四萬五千家 還是十三萬家 各機關 經濟部 農委會 環包組 搞不清楚 也說不清楚 所以在立法的時候 國民黨提出相關的配套 也就在第28條之二 增定希望由行政院院長來召集各部會 成立一個督導揮報 那因為這個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這樣的修法政策 是由蘇院長在今年二月間在這個場合 答應的政策支票 所以均以全責相符的政治理念 國民黨團要求在行政院成立一個跨部會的督導小組 來協調各部位的事情 但是剛剛在三樓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強力反對 希望由經濟部來做協調匯報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跟幕僚單位 但是各位想想看 這個是過去錯的做法 過去十年來由經濟部負責協調 結果搞了半天 只有七家被輔導成為合法的工廠 績效不張 但是我們誠懇的建議民進黨 希望把它乘擠拉高到由院長來協調各部位 但是民進黨強力反對 所以基於這個觀點 我強力質疑民進黨這一次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正 只會兌現政治支票 因為選舉到了 但是沒有 基本上他們不想弱勢執行 因為要求行政院成立一個督導會報 他們都強力反對 所以我在這裡強力質疑 民進黨打假球 民進黨打假球 謝謝 謝謝曾委員 下一位請陳委員曼莉 謝謝院長 我想我們都知道 農地違禁工廠的問題是過去30年歷史的成科 不可諱言過去地方政府對於農地違章工廠沒有落實執法 經濟部輔導也不足 所以這一次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 就是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在二十八之二條裡面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要設立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邀請地方政府專家學者 還有民間團體 在第一線積極執行處理 如果遇到重大事項 無法逾部會成績會報處理的時候 依照民進黨版本的條文 是可以提報行政院來進行協調處理 也可以解決國民黨所提案的條文 認為協調層級應予以提高的疑慮 未來我們也會監督行政單位 應該要將長期關心的民間團體納入輔導團隊之中 那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會報裡面 所決定的事項還有執行的情形 追蹤管考每年要公告於網站 這也是落實我們一直要求的資訊公開 除了二十八條之二之外 我們也看到了民進黨採取各方的意見 納入二十年的落日條款 這個有落日條款的這樣子的一個年限的壓力 可以促進廠商積極接受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的輔導 是面對農地違章工廠解決問題的最好的方式 產業升級 農地農用 環境保護需要大家的合作 我們一起花二十年的時間來輔導為章工廠 讓中高污染工廠離開農業生產的基地 讓低污染的分類合法化 跟農業相容的可以合法就地合法 不相容的就要集中到產業園區 用循環經濟的思維 可以讓台灣的中小企業轉型成為 更有競爭力的一個工廠 所以我想這一次的功夫法的條文 我們是支持民進黨的條文 所以希望民進黨的再修正條文 能夠受得大家的肯定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我們民間可以了解到 民進黨在修這個條文裡面的利益和我們的精神 我們未來一定會努力的監督 讓這個條文讓我們的功夫法 能夠在未來的二十年當中 讓我們台灣的農地有污染的都能夠改善 那如果是說現在是合法的 我們就希望他未來能夠再進行 我們的合法的一個輔導 以上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徐委員育人 主席大院各位委員 糧食產量是否充足 攸關國家安全 面對我國耕地的逐漸流失 勢必對糧食產能造成影響 根據農委會盤點全國農地的現況 可供糧食生產土地僅69萬公頃 農糧作物用地僅52萬公頃 遠低於國土計畫之規劃 因此關於工廠違法使用農地的狀況 必須以高度謹慎的方式處理 千萬不可輕忽 過去我們在開放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證 但是近期政府卻未能在期限內 有效管理積極輔導 致使農地違規使用問題亦經未解 我想執政黨難辭其咎 本次修法允許未登記工廠可再延展10年 然而違規使用農地工廠之管理輔導 涉及內政部 經濟部 還有行政院農委會 環保署等相關機關 絕對不可以像現在的版本這樣 直接就就地合法 因此為落實全面納管 就地輔導 未登記工廠 杜絕農地違規使用 達成農地維護與經濟發展之政策目標 行政院應該要成立專責的匯報機制 同時納入人民團體的參與 明確納入資訊公開 與公民訴訟之條款 督促各機關落實執行各項工作 並將辦理情形公告周知 以落實政策目標 並且提供民眾檢視 同時維護農地安全 確保國土永續發展 因此國民黨黨團 提出在二十八條之二的修正動議 在行政院層級召開專責的匯報 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 並且與專家學者 還有民間團體代表 共同組成專責的跨部會的溝通機構 一定要把民間的聲音 還有公民團體的聲音也納進來 並且針對所有匯報的一個討論 應該定期追蹤管考 並且每年與公開資訊觀測站 予以做資訊公開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想農地的維護還有經濟的發展 一定要透過民間跟政府雙方權衡 並且納入所有環保團體的這樣的一個考量 才能夠維持國家國土永續發展 與任性規劃的這樣的一個重點 所以希望所有大院的委員 可以支持國民黨團在二十八條之二的提案 在行政院層級的部分 設立一個跨部會的專者匯報 謝謝許委員 下一位請廣委員碧琳 主席各位同仁 我坐在位置上聽國民黨委員 罵得很兇 我請問國民黨的委員 過去的兩次修法是你們執政 國會是你們多數 你們為什麼要修法 為什麼要給予延長輔導 是因為惡意嗎 是因為不顧農地農用嗎 還是因為 必須考慮現實的困難 必須在經濟的發展就業機會的保護 以及農地農用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跟妥協 今天我們在這裡口水跟政治操作 教徒表決意義何在 還不就是為了 去抹黑 去標籤化這一步 法律的修訂 去謀取政治利益而已 我要告訴大家 過去兩次修法 有像這一次這麼負責任嗎 有像這一次我們在這個法案當中 我們所發展的政策工具這麼雷厲有效嗎 我們要求非低污染的工廠要遷移官場 我們要求我們給予中央不接受福島的業者 我們給他斷水斷電的工具 我們給予要求他在公安 以及環安當中的種種的改善與處置 我們建立了檢舉的制度 我們也納入了國民黨的所謂的福島匯報 我們也明定了落日條款 過去兩次國民黨執政時候的修法有這些內容嗎 在這裡罵得這麼兇 良心何在 我跟各位報告尤其是這一條 一個行政院真正要有效的匯報 如果他的召集人必須是行政院院長 這就像協商的時候 陳朝明委員所說的 一年大概只能開一次會 頂多是半年一次會 但是未來這一步法律制定以後 我們要去執行的時候 他需要開的會有多少啊 多如牛毛 所以我跟社會大眾報告 國民黨所提的制度 我們不但沒有不採取 而且我們納入了 只是我們增加了務實的 實際需要的考量 我們用兩制並行 也就是 需要行政院院長主持的時候 就是行政院院長主持 這個就是國民黨的案 我們有 但是平常需要效率 需要頻率的時候 就是經濟部部長主持 這是一個更好的制度 不要在這裡抹黑 謝謝 謝謝 國安委員 下一位請往委員玉敏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在這邊 是很嚴肅的來討論工廠輔導法 剛剛管閉林委員說在野黨抹黑 請問哪裡抹黑 今天這一條在野黨的主張 非常的明確 在整個管理機制 在行政院下面 去設這樣的匯報機制 才是一個有效的處理機制 我跟各位報告 在我們的《史安法》裡面 第二支一條 二支一條非常明確的提到 為了食品安全 協調監督推動及查契 行政院要成立食品安全匯報 在座的立法委員們 不會不知道《史安法》有這條的規定吧 而《史安法》的規定 為了重視《史安》的問題 每三個月開一次《史安》匯報 由誰主持? 行政院院長主持 請問今天國民黨為了希望土地的正義 為了希望這些非法的工廠可以輔導 可以有效的管理 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很負責任的提出來 應該要在第二十八條之二 設立行政院層級的匯報 請問這叫抹黑嗎? 這是非常務實 而且代表我們政府重視這項議題的做法 很遺憾 執政黨為了護航 為了不想增設這樣的組織 竟然這樣子來抹黑在野黨 真的不知道你們的專業到哪裡去了 更何況最近才剛修正通過的 獨化物管理法 一樣在第七條也是明定 為了加強決策及協調 設立國家化學物質管理匯報 一樣是由行政院層級 為什麼需要設立行政院層級 這樣的一個匯報 剛剛大家都提到了 這些非法的工廠 涉及到的部會有誰? 有經濟部 有環保署 有農委會 也涉及到整個國土的計畫 包括內政部 涉及到跨部會的層級 這麼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的執政黨 真的想解決問題 為什麼在行政機制上 不肯把層級提高 除非有一個可能 就是今天的執政黨 民進黨 在這件事情上 就是要就地合法 根本沒有想要處理問題 而前面民進黨幾位委員的發言 根本就只是發言 而不代表行政機關的決心 所以在這個條文 我認為 國民黨是很負責任的提出 應該要設立行政院層級的匯報 而有效的來解決 非法工廠的問題 謝謝 謝謝王委員 再一位請林委員議法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們想請問的是 我們到底只是希望 現在這些違章工廠 就地合法 還是我們真正要去輔導管理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輔導管理 當然國民黨的提案 是相當務實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議題已經非常久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真的希望要輔導管理它 回歸到大家剛剛講的 不管是從國土規劃的角度 或是要從我們今天相關的農委會 相關的我們的環保署 以及我們相關的 有關於我們的經濟部 這些相關的部會都有關係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民進黨黨團要堅持 只是由經濟部來主導一個督導匯報 如果經濟部今天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就像剛才國民黨我們總召所說的 為什麼到現在只有七家合法 如果今天經濟部真的有能耐 我們今天還需要在這邊討論 這樣的一個修正動議嗎 所以我們就要問說 到底你今天只是民進黨想要政策買票 就地合法 還是我們真正要達到輔導管理 讓這個問題有辦法獲得解決 如果希望這個問題我們正要正視它 當然必須要接受國民黨的黨版 而且剛在協商的時候 其實除了民進黨黨團之外 我們各黨其實有共識 覺得這是應該可以來做的事情 就是由行政院院長 來進行這樣一個督導匯報的一個主持 那為什麼需要層級這麼高 當然就代表一個政府對這個議題的重視 以及因為它是跨部會也牽涉到縣市政府 而且因為院長親自來主持 各部會才會重視這件事情 如果它只是由經濟部來匯整 我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有處理過有參與過政府部門的會議 到時候可能只是一個科長層級 根本沒有辦法解決的一個會報 而這不是我們現在希望要積極的 輔導管理的一個初衷 所以一定要拉高層級 到院長來主持 然後實際上來掌握各種的狀況 包括我們要為現在違章的部分 會不會擴大 以及如何做相關的處理 以及在這個會報裡面 我們也希望要納入專家學者 以及民間團體代表 共同來參與 那如果按照民進黨黨團說 由經濟部來主導 然後之後呢 有必要來暴行政院再來主持 大家都知道 請問一下哪個部會會承認自己能力不夠 暴行政院 所以這都是不可行的方法 請接受國民黨黨團才是一個最正確 謝謝林委員 法院會現在依在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審查會條文之 提出先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針對增定第28條之二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出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政委員天才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王委員定於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與國民黨團團意見一致 與國民黨團團意見一致 與國民黨團團團 還有民進黨團團團團隊 所提再修正動議通過 現在進行徵訂第28條之三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第28條之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小區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 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這情形 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農業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對於轄區內新增未登記工廠 及非屬地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 待遇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中央機關 得命起於一定期限內為之 藉其人不作為者 中央機關得禁於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前二項執行行 應定期公告於電腦網站 中央機關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 轉用地方制度法第76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規定辦理 或有第二項規定行行者 中央機關得足以簡列 簡播或緩播相關補助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8條之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轄區內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名單 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之情形 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中央農業 區域計畫都市計畫 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 新增未登記工廠及非屬定物染質既有未登記工廠 但於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及建築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中央機關得命期於一定期限內為之 藉其仍不作為者 中央機關得盡於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前二項執行行 應定期公告與電脳網站 中央機關以第二項規定辦理者 准用地方制度法第76條第二項 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未以第一項規定辦理或有第二項規定 行者中央機關得著予簡列 檢播或毀播相關補助捧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民進黨團再修正東一第28條之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將廈區內新增及及有未登記工廠名單 執行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之情形 定期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農業都市計劃 區域計劃 國土計劃及建築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新增未登記工廠 及非屬地物產之際有未登記工廠 但與依法執行停止供電供水或拆除者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都市計劃 區域計劃 國土計劃及建築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中央機關得命期於一定期限內為之 藉其人不作為者 中央機關得盡於依法停止供電供水 中央主管機關針對前二項執行情形 應定期功耗於電腦網站 中央機關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 轉用地方制度法第76條第二項 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規定辦理 或有第二項規定行者 中央機關得處於簡列 簡報或緩播相關補助款 或採取其他相關措施 宣讀完畢 發言會 增定第二十八條之三 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我們現在意在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審查會條文之 提出先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請問院會本條召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有意 反對 反對 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如果我們在法定時 finds下 任何等於 你先說 關於 關於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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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出席87人 赞成63人 缓队21人 去全3人 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 增订第28条之三 照民进党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增订第28条之四 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第28条之四 主管金文队第5人之际 有位登记工厂 集一第28条之五第5项 或第28条之六规定 取得特定工厂登记者 得以补助或辅导方式推动项链事项 以环境保护水利水土保持相关设施之规划 二 废污水相关处理及 与排放机制之协助 及规划 必要时的组成专案小组协调处理之 三 群区地区 优先采新定都市计划 或开发产业园区规划处理 以衔接国土计划 化为全乡发展地区 民进党老团书正东一第28条之四 主管机关队第5染制机有位登记工厂 集一第28条之五第5项 或第28条之六规定 取得特定工厂登记者 得以补助或辅导方式推动项链事项 一 环境保护水利水土保持相关设施之规划 二 废污水相关处理与排放机制之协助及规划 必要时得组专案小组协调处理之 三 全军地区优先采新定都市计划 或开发产业园区规划处理 以衔接国土计划化为全乡发展地区 民进党老团再出正东一第28条之四 主管机关队第5染制机有位登记工厂 集一第28条之五第5项或第28条之六规定 取得特定工厂登记者 得以补助或辅导方式推动项链事项 以环境保护属利水土保持相关设施之规划 二 费用选相关处理与排放机制制协助及规划 必要时得组成专案小组协调处理之 三 全区地区优先采新定都市计划 或开发产业园区规划处理 以衔接国土计划化为城乡发展地区 宣读完毕 发言会增订第28条之四 未有委员登记发言 我们现在依在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审查会条文 之提出先后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在最 solve的上画我们的低线 莆换 用贊助来own乱 Particularly 接 type 领备 group Está 差不多 男 表決結果 出席87人 贊成63人 反對19人 去全5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增定第28條之四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廖委員國洞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紀錄 法院會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本日會議延長開會時間至晚上12時 請問院會有意義 好 有意義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拍片 EVa五師 也請去打音樂 修正有雙擊 如果我有打字 可以 表決 proceeded 節制 要留下 競api 表決結果 我出席91人 贊成65人 反對26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多數 宣告本案照民進黨黨團提議 通過27日會議延長開會時間至晚上12時 現在進行徵定第28條之舞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第六十八條之舞 第五人之際有位登記工廠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式條文 施行至日期二年內 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棍 並於修正施行至日期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依前項規定申請納棍之位登記工廠 每年應繳交納棍輔導金 這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制 既其未繳交納棍輔導金者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撥回其納棍申請或費指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以第十三條規定制應在明事項 位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以前從事物品製造 交光這事實 三 環境改善措施包括費用水處理及排放機制制規劃 四 其那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制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擇核定者 應與一核定之日期二年內改善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 第二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專業 以核定制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 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不慎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 至條文申請至日期十年內 以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自期限屆滿之日期施期效力 民進黨黨團在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二十八條之五 第五展之際有未登記工廠 應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至條文 出行之日期二年內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關 並於修正式行之日期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但有效率進行之一則不得申請納關 以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 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環境保護安全考量 公告不宜順利工廠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順利工廠 一前項規定申請納關職位登記工廠 因此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至條文施行之日期 每年獎交納關輔導金 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 近期未獎交納關輔導金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募回請納關申請貨費 指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之應在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以前 從事物品製造交光這事實 三環境改善措施 包括廢物學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 經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者 應與核定之日期二年內改善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 德向紫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言 依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 德向紫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博士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 實行之日期十年內 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自其限屆滿知之期實行效力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東一第28條之五 第五展之機有位登記工廠 因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期二年內 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關 並於修正式行之日期三年內提出工廠改善計畫 但有效列進行之一步的宣請納關 以全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而中央主管機關基於魂禁保護安全稿糧 公告不已設立工廠者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警中央主管機關統議 公告不已設立工廠者 依前項規定宣請納關之位登記工廠 因此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期 每年九九納管輔導金 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止 既其位九九納管輔導金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一部回及納關申請 莫非直系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下列事項 以第13條規定之應在明事項 而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以前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時 三、環境改善措施 包括費用水處理及排放機制之規劃 四、其納金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 經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查核定者 應於核定之日期二年內改善完成 但有之能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 得向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選請展額 第一、核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 得向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不是用第15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期十年內 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計畫制核定 自期限界版之日期申請效力 特定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限 至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期二十年之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東一第28條之舞 第五人既有工廠正轉型簽程或觀賞計畫 經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擇核定者 應於核定之日期三年內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三年內完成轉型 簽程或觀賞者 得向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額 轉眼有效期限為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借其未完成者 自家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費時期轉型 簽程或觀賞計畫 並應及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屬定未然之機有未單機工廠改善計畫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制應在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以前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制式時 三、環境改善措施 包括廢物水處理及排放機制制規劃 四、其他建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指示項 工廠改善計畫 經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擇合定者 應於合定之日期二年內完全改善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 得向紫廠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額 展額有效期限為一年 並以二次為限 借其未完成改善者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改善計畫 並應及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篩除 依合定制工廠改善計畫完全改善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不限用第十五條第二款 其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秋春之條文設行之日期執年內 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自其限屆滿之日期施其效力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及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特定工廠登記者自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後 二十年止申請效力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東運第28條之五 定物展計有工廠正轉型簽程或關場計畫 新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查核定者 應與核定之日期三年內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三年內完成轉型簽程或關場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言 展言有效期間為一年並以二次違憲 近期未完成者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廢止其轉型簽程或關場計畫 並應及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屬於低污染之間有未登記工廠改善計畫 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第十三條規定制應在明事項 二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19日以前 從事物品去葬加工之事時 三環境改善措施 包括廢物水處理及排放機制制規劃 四請到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工廠改善計畫經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擇核定者 應與核定制日期二年內改善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言 轉言有效期間為一年並以二次違憲 及其未完成改善者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費指其改善計畫 並應及依法填製供電供水及拆除 以核定制工廠改善計畫完成改善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不需要第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出行之日期十年內 依前項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情況之核定 自其限界滿之日期實習效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及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特定工廠登記證 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後二十年 止實習效力 國民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十八條之五 低污染之際有位單機工廠 以與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出行之日期二年內 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申請納管 並於修正出行之日期三年內改善工廠改善計畫 但有效列進行之一步的申請納管 以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者 而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機 與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公告不宜順利工廠者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警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 以前項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廠 因此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修正之條文順請之日期 每年獎招納管輔導金 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為之 進行為獎招納管輔導金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募還行納管申請 莫廢指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應記載項列事項 一 第十三條規定之應在明事縣 二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九日以前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之事實 三 環境改善措施 包括廢物水處理及排放機制制規劃 四 其大紀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一項工廠改善計畫 經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擇合定者 應與一合定之日幾個年內改善完成 但有正當理由未能於二年內改善完成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額 一 合定之工廠改善計畫完全改善者 得向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不是用第十五條第二款其第三款規定 位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六月十七日 修正式條文申請今日幾十年內 一前向規定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 其工廠改善計畫之核定 自其先屆滿今日其施行效力 會達成未登記工廠全面納管機就地輔導 是政策目標 行政命運勢工廠管理輔導汇報 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 召集相關部會首長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共同組成 職私跨部會協調各項工廠管理輔導工作檢討及改進措施 召集人應指定一名政務委員或部會首長 擔任汇報執行長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幕僚事務 前向工廠管理輔導汇報決議之事項 各部會應落實執行 行政院應定期追蹤管口 每年公告與電腦網站 第七項施工廠管理輔導汇報日組成政務 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行政院定制 為落實國土計畫法執行 保護優良農地控管農地數量 確保國人糧食安全及國土永續發展 以本法規定取得之特定工廠登記證 於本法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 甚至條文施行制及二十年後施行效力 宣讀完畢 針對第二十八條之五 我們進入逐條討論 首先我們請會委員洪泰 並截止登記 好 主席蘇院長 各位我們立法院的同仁們 我們回想 當環保團體站在街頭 還有些農運的人士 嘴巴裡喊的是土地的正義 今天通過了這個工廠輔導辦法以後 蔡英文跟蘇貞昌院長 你們再也沒有資格去喊土地正義 我記得在蘇貞昌院長之前的 賴清德院長 至少他還喊出來 叫平價工業區 至少還要用變更地木的方式 成立工業區 把這些工廠納入工廠來管理 工廠也這些非法的工廠 必須得繳納相當的回饋金 可是換成蘇貞昌院長以後 為了蔡英文的選情 為了選票 什麼都不要了 平白無故的 就把這個土地的價值 送給這些非法的工廠 剛才我講的時候 可能很多委員不在現場 我再跟大家報告 至少三萬八千家的工廠 有一萬 有一點四萬公頃的土地 農地 被違規使用 用最少的價格 一坪八萬 是三點四兆 每一家非法工廠 立刻九千萬擺到口袋裡 蔡英文考慮的只有一點 就是選票 蘇貞昌院長 你做打手 把這些違規工廠就地合法 蘇貞昌院長 蔡英文 你們好意思嗎 還有我們農委會的主委 陳吉仲 你好意思還坐在那個位置上嗎 這真是我們台灣的悲哀 我再講一遍 蔡英文 蘇貞昌 你是我們台灣的罪人 你們兩個從此以後沒有資格再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土地正義 因為你破壞了土地的正義 你讓我們合法的人 日後好像告訴他們你們都不要合法 違法反正到時候我選舉 我給你就地合法 再講一遍 蔡英文 蘇貞昌 你是歷史上的罪人 謝謝 謝謝會委員 下一位請代委員四保 我沒有說什麼 我剛才的罪人 我兩個說什麼 我兩個說什麼 我都沒有罵你啦 他說我謝謝他 我不會罵你啦 你現在說什麼 說你抽亂 我們沒有罵這個蘇院長啦 罵那個蘇院長而已啦 我罵那個蘇院長 沒有罵這個蘇院長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看到民進黨在修正版本 提所謂的二十年 都是假 欺騙小威 他講前面的十年 是有關於消防環保水保水利 讓它符合規定 變成準工程證 這個前面十年 講得正正有詞 後面十年是什麼 後面十年就是說 政府強迫讓你變更地木啊 就是改成功力啊 原來農地變成工廠用地 居然要入法 居然要入法 可以這樣子圖利嗎 如果真的要做 你改十年就好了啊 為什麼地方政府 變更地木 不能夠 所以我從開始就說 它可以 simultaneously 而不是 sequentially 它不是序列式的 它可以是同時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啊 所以 我絕對反對 也不管我們黨能提什麼 要幾年 如果你放十年 我可以考慮 你放了二十年 後面的二十年 就是變更地木 點石成金了 政府赤裸裸的 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要圖利這些 違規的工廠 各位 我們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第一點 我反對 第二點 我們不是通過一個促轉條例嗎 轉型正義 各位這大聲 結果轉型正義 只針對修理國民黨 不要忘了 轉型正義 第二條第一項 第五款 寫的 叫做他適用的範圍是 其他轉型正義的事項 各位 這些占用 農地 把農地改成工廠的用地 沒有經過認為的法律 違規使用 難道不是不正義嗎 為什麼轉型正義 不把它列入這裡 為什麼不讓土地的不正義 把它扭過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土地的專型正義 在民進黨執政裡面是沒有的 再次的證明 民進黨所推動的促轉條例 只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而已 碰到土地 碰到人多 它就轉彎了 這第二點我要提到的 第三點 我們看實際 從民進黨執政 5號0 執政到現在 新增的工廠不知道多少 它總共只拆了16家 這代表這個法過了以後 維建會更多 台灣的農地 以... 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請空委員 下一位請空委員文吉 主席各位委員 剛才賴士堡委員他講 我們農委會的主委 陳吉頌在哪裡 連講了三次 這個我們工廠管理輔導法 怎麼樣讓農地上的違章的工廠 變為合法 那我們有多少多少公頃的農地 會變為工業用地 我們的糧食安全 可不可以做得到 所以剛才賴士堡委員講說 農委會的主委 陳吉頌你在哪裡 講了三次 可以說在審查工廠管理輔導法 農委會是失職的 第二個我要問 環保署的署長張子慶你在哪裡 你對於農業用地的這些低污染的工廠 這些它造成的空氣水土壤等污染的影響 在我們審查的過程之中 沒有聽到環保署針對這個方面 有任何的答覆 所以環保署的署長張子慶也是失職的 那我們內政部的部長徐國勇 很少參加這個審查會議 那我們一直強調 十年之後 土地要變更編定 變更用地 那我們內政部的部長 主管整個土地的部門 將來要花多少時間 讓這個工廠能夠合法 沒有清楚的說明 那最後衛生福利部的部長 陳時中你在哪裡 幾乎都沒有針對我們這個工廠 它的造成的這些污染影響我們民眾的生命健康等等 沒有任何答覆 只有強調二十五年 十年登記 後面的十年 二十五年變為合法 那我們這個產品依法令禁止製造 什麼樣的產品 都沒講清楚啊 所以這整個我們這些中央主管機關 幾乎都是經濟部說了算 這些衛生福利部環保署 內政部全部都是實質的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我們工廠管理輔導法 早日刪讀通過 為了我們年底的大選 民進黨為了年底的大選 要抓住這些工廠管理的這些選票 那對於這個特定工廠落日的問題 行政院在修正的文字是二十五年 本席是支持應該是落日到二十年 這樣才能夠積極督促 我們違章工廠的改善跟圈移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請許委員育人 好 謝謝主席 本次工廠法的修正 主要目的就是針對將近四十年期間 所生產的農地上數萬家的違章工廠 以專章的方式與違法的工廠 做一個有效的管理和輔導 然而違法工廠經過輔導成為合法工廠 主要涉及工廠規範和土地取得 隨著國人的環保意識抬頭 經濟主管機關必須有一個善未者的思考 不能一味的只是為了經濟的成長和就業的壓力 就對不合法的工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只採取一個拖的方法 那只會引起民怨沸騰 果然本條規範一出 就引起合法廠商農民學者專家 及五十個民間團體激烈的抗議 要求工廠法應該要回歸根本 本席了解過去環團一直收到合法廠商的諮詢 表示違法廠商圖利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 也有民眾反應 假使違法廠商就地合法 納管之後 每年只需要繳交十萬元左右的管理輔導費 遠比工業區合法廠商凍砸上百萬的管理費 還有污染處理費少很多 非常的不公平 本席再次強調 拼經濟的利益雖然良善 但是必須在經濟跟農業取得最大的平衡點底下 否則拼經濟只是欺騙選民的空投支票 運用特定工廠只得作為暫時的處理手段 政府在加速國土計畫法的執行底下 必須要有魄力的做出決斷 並盡快的確立全國國土功能分區 讓政府部門及國人有所於行 增訂落字條款最多應該只有20年 前10年納管 後10年分區檢討 即使設定落字條款也應該提出分類 分期輔導 違章工廠等配套 另外本席也特別提出 政府應該要納入所謂的公民訴訟制度 以強化整部法律被徹底執行的可能性 同時落實公民參與 以及權力受侵害應有的司法救濟之精神 地方及中央政府均宣示取締違章工廠的決心 理論上不應該存有政府疏於執行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增訂公民訴訟僅在政府代為執法的時候 備而不用的機制 由受害居民公益團體共同監督取締違章工廠 如政府確實以法徹底 新政委託工廠並不會造成法院的負責 所以呢 其實是委託的方法 所謂的修正動力 在修正的負責 能夠達入所謂的修正動力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同仁 我們現在在處理這一條所謂的弱日條款 我們把整個所有的精髓所有的重點 處理所謂的工廠的輔導 全部把它放在這個弱日條款裡面 這個樣子的話 本席是難以苟同 今天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十年以後、二十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後 我們的台灣的經濟的產業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的整體的發展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也沒有去做它的評估 我們可以回顧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你把它訂定了臨時工廠登記 經過了二十九年 七千四百多家 你輔導了幾家 現在是倍數的成長 或許它是達到了十三萬家 可是你去輔導了它什麼 完全沒有 今天你用這個弱日條款 你去把它訂定下來了以後 或許你可以訂很多的法令 可是實質上 我們整體的國家的產業政策的發展 究竟是什麼樣 你沒有去把它評估出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訂的國土計畫法 大家都還非常的熟悉 挑燈夜戰 國土計畫法通過了以後 擺在那個地方 你完全沒有去利用這個上位的模仿 今天國家的整體的發展 包括土地的開發 包括各方面的建設 我們真正的上位的模仿在哪裡 就是我們的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以它為上位的模仿 結合我們所謂的產業政策的發展 然後再結合環保政策的一個配套進來 整體的開發 整體的發展 整體的保護 我們的國家 整體的環境的整個的發展 這才是我們要的一個 所謂的整體的有效率的政府 所以今天 你用一個單單純純的落入條款 20年 或許是10年 或許是25年 其他的配套看不見 那這樣子的話 只會造成未來 讓我們更糟的環境而已 所以或許 你要是有違的話 你至少 至少卑微一點 你至少 你要說我至少逐年的 我逐年的從5% 5person 10person 甚至於2person 我來輔導你 我讓你的工廠能夠轉型 我讓你有生計可以存活 可是 我還是會逐步的 讓我們的農地回歸農用 你至少有這一些的配套 整體的套進來 至少這個法令 還可以講得通 所以本席在這個地方 針對這樣子 單單純純 一刀切的 這樣子的一個落入條款 無法苟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蔡委員陪惠 蔡委員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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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場 下一位請 蔡委員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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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廠管理輔導法修正條文 發表看法 有委員說 今天工服法通過了之後 將犧牲農業 將犧牲食安 將讓農地破碎化 我想請教國民黨的委員 今天不修公廠管理輔導法 這整個農地就完美無缺了嗎 所以 拜託各位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駝鳥的心態了 不是把頭埋在沙子裡 這一切就不存在 我們看到農地上存在的 許許多多的農地工廠 已經超過40年了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們今天來進行 工廠管理法的修正草案 是希望針對目前已經存在的問題 用務實的態度來解決 我們都知道 這個工業用地的不足 價格的昂貴 這個都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國民黨這麼有破例 在40年前你們執政的時候 當農地上冒出第一家農地工廠的時候 你們就要拿出破例把它拆掉 相信今天這一切的問題都不會發生 如果你們有遠見 你們在40年前執政的時候 然後就要開闢足夠的工業去用地 讓這些中小企業 有工業用地可以去使用 可以去設廠 今天你們指控這些農地工廠 他們污染 他們違規這個農地的使用 這個也不是他們願意的 他們也希望能夠有工業用地 可以進駐可以去設廠 所以今天這一切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已經超過40年了 這個是歷史的工業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大家用一個務實的態度 來面對這個問題 來處理這個問題 張花縣是融工混合的一個大縣 中小企業加速是全國數一數二的 很多的中小企業可以說都是隱形的冠軍 為台灣賺盡很多的外匯 也提供很多在地的鄉親就業的機會 讓很多的子弟不用離鄉背井 當國民黨你們在指控 七年北漂的時候 那你們為什麼現在又針對這個問題 在這邊指控說 我們要讓這些農地工廠 讓它合法化 是在犧牲農業 處院長也一再的強調 今天工府法 我們的態度 希望將它納管 我們的原則就是 我們不再犧牲1.4萬公頃的農地 來增設 來讓這些農地工廠使用 我們不再犧牲這個農地 我們希望讓這些 我們請同委員會贈 謝謝陳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同委員惠真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乘几何时象征国家最高民意的立法院 已经变成了执政党的橡皮图章 凡是企图阻碍执政党连任的障碍 统统要一一铲除 从我们上个礼拜的公投法之后 工厂管理辅导法 民进党也想要强度关山 让数万家的违赃工厂就地合法 然而这个法一旦通过 盖在农地上面的非法工厂 只要花少少的几万块钱 就可以永久的霸占良田 污染永流传 根据现行的工厂管理辅导法 临时工厂的大县在明年的6月2号就届满 而蔡政府在此时选择当起了救世主 端出了特定工厂的狡猾发明 为了这些违章的工厂来解套 这套戏法就是一次文字游戏 让7000多家的临时工厂登记为特定工厂 而成为特定工厂以后 就走上了就地合法的名路 民进党的政策买票做到如此夸张的地步 令人惊骇 匪夷所思 针对这样的荒谬的法案 环团抗议不断 行政院却置若罔闻 行政院的法案基本上就是一部放水大法 除了做事 我们台湾的良田遭到蚕食鲸吞 也是政府承认自己的无能 所以选择污住自己的眼睛 承认非法为合法 蔡英文 有什么颜面可以大言不惭的 自认为自己是改革者 行政院版的公府法修正草案 虽然规范农地不可以新设工厂 既有的工厂不可以污染 危及公安 没有登记工厂的 就以全面纳管就地辅导的原则来处理 要达到拼经济 互就业 雇环保守农地的目的 但是因为这个落地条款 落日条款是定赖二十年 各位同仁 二十年 有定跟没有定一样 终究还是会让我们的农地被送终 粮食安全 环境友善 以及土地正义 我记得都是蔡英文竞选时候 标榜的价值 而这次工厂管理辅导法 根本就是逼着我们台湾的社会 吞下农地违章工厂 多年来转嫁的成本 令人痛心 民进党如果这样一意孤行下去 不但会造成我们台湾农业永续发展的浩劫 也会让所有台湾的民众 深陷在农作物污染的食安危机 所以要呼吁大家 千万这一步法 如何一旦通过全民浩劫 谢谢同委员 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 经与发言完毕 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決結果 出席85人 贊成66人 反對10人 去全9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28條之5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定第28條之6 請宣讀條文 選查會第28條之6 曾以第34條規定 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 得於本坊中華民國108年 6月27日 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 其二年內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不適用第15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28條之6 曾以第34條規定 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於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 得於本坊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 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 其二年內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特定工廠登記 不適用第15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28條之6 曾以第34條規定補辦臨時登記之工廠 在原臨時登記事項範圍內 得於本坊中華民國108年6月27日修正之條文實行之日 其二年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特定工廠登記 不適用第15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宣讀完畢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發言會現在依在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審查會條文之提出先後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及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處理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時間一分鐘 好 餅乾 表決結果 出席 84 人 贊成 63 人 反對 17 人 去全 4 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 28 條之 6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增定第 28 條之 7 請宣讀條文 選查會第 28 條之 7 依第 28 條之 5 項及前條規定 經植銷售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 每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 致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之 借其為繳交營運管理金者 直銷售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及特定工廠登記 依前項及第 28 條之 5 第二項規定 收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 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並優先運用於廢污水處理及排放機制 空氣污染之改善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 其基金之管理應報警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本章有關第 5 染指認定基準 第 28 條之 5 第 1 項第 4 項第 5 項及前條規定之申請條件 程旭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程旭 基準核定工廠改善計畫 得附加負擔之事項改善其境之查核 展延改善完成之期限第 28 條之 5 第三項第 4 管制規定事項 第一項營運用管理金與第 28 條之 5 第二項納管輔導金之數額 交交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執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上有關機關定制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後 法人或團體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民進黨打反修正動一第 28 條之 7 一第 28 條之 5 第 5 項及前條規定 經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至特定工廠 免年應繳交營運管理金 自取得土地及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 藉其未繳交營運管理金者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費 指其特定工廠登記 依前項及第 28 條之 5 第二項規定 抽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 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 輔導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並優先運用於廢物水處理及排放機制 空氣污染之改善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的成立基金 其今天之管理應報其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本章有關第 5 染者認定基準 第 28 條之 5 項第 4 項第 5 項 及前條規定之申請條件 程序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選查程序基準 核定工廠改善計畫的附加負擔之事項 改善其行制查核展延改善文 程之期限 第 28 條之 5 第 3 項第 4 款式規定施項 第一項營運管理金與第 28 條之 5 第二項 納管輔導金之數額 繳繳繁稅及其他相關市場之奔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資 直銷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團體 法人或相關機關購辦理未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民進黨黨團在修正東一第 28 條之期 一第 28 條之 5 第 5 項及前條規定 經指向設縣市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特定工廠 每年應繳繳營運管理金 致取的土地及建築物合法 使用之證明文件為止 藉其為繳繳營運管理金者 指向設縣市主管機關因費指其特定工廠登記 依前項及第 28 條之 5 第二項規定 收取之營運管理金及納管輔導金 應專用於未登記工廠之管理福島及周邊公共設施改善 並優先用用於廢物水處理及排放機制 空氣污染之改善 指向設縣市主管機關的成立基金 其基金之管理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本章有關第 5 項規定 指向改善進行之查核展現改善完成之期限 第 28 條進入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 順項 第 1 項營運管理金與第 28 條之 5 第 2 項納管輔導金之術文繳繳程序 及其他相關順順執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上有關機關定資 指向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任或委託相關機關購 法人或團體辦領位登記工廠管理 輔導及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 宣度而逼 本條未有委員登記發言 報告院會 現在依在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審查會條文 之提出先後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現在開始 時間一分鐘 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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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 表決結果 出席 84 人 贊成 63 人 反對 17 人 去全 4 人 贊成者多數 做以下宣告 增定第 28 條之期 照民進黨黨團在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院會休息 10 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畫面會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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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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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其身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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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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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进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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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第三项 第十条 配合 没有文字 现在进行 记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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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新墙 顶 提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进党党团所提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 民进党党团所提附带决议 一 取得特定工厂登记者 主管机关应持续辅导及朝向对农地与环境友善的低污染产业类别调整 二 完成使用地变更编定至特定工厂登记者 其变更应仅限于符合原核定用地计划至产业类别 或本法至低污染产业类别 三 中央主管机关得辅导及协助特定工厂登记者 以产业创新条例第36条第二项规定提案 规划及设置2公顷至5公顷的乡村型小型园区或在地型小型园区 四 考量特定工厂多作乐于农业地区 故回馈精致计算机准因纳入特定工厂对农业生产环境影响之因素 经济部就回馈精致计算机准因会上中央农业主管机关等有关机关定制 五 取得特定工厂登记之业者 其用地合法细彩群聚地区以新定都市计划或开发产业园区规划者 请经济部于配合国家产业发展策略下 评估定定辅导计划 协助签厂之业者取得融资进行产业永续发展 防止污染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效应 或改善产业结构有关之事项 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依没有依照案通过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有委员登记发言 第一位请许玉仁委员 并截止登记发言 谢谢主席 那这次的功夫法的修正案 我想对于这个违章的这些工厂 然后进行相关的管理办法 它有了一个比较有制度性的一个规范 这个也是长期台湾在过去经济发展 面对土地永续平衡的一个状态底下 我们必须今天要做出一个决定 那当然今天做出这样的一个修法的三读 它并不是完美 其实有许多的部分 其实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惜 包括在过去这段时间 许多环团的建议 包括像在这个希望在行政院层级的部分 能够兼具土地永续发展 还有经济发展的部分 设立一个上位的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协调 并且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相关性的规范 很可惜的并没有纳入 那另外就是在关于公益诉讼的部分 也是这个环团长期要求 然后并且希望可以来去做的 那这部分没有被纳入 我们也觉得是非常的一个可惜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 将来在设定这个20年的落日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能够有效的执行 那端看政府端的一个执行力 那也希望在这个过去 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由于过度的在集中 在这个都市 然后还有在各个这个城乡部分 没有办法做一个永续规划的时候 希望这样的一个修法 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那也对于将来要接受规范 或是接受辅导的这些工厂 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修法里面 接着请柯城坊委员 柯委员不在 接着请林毅华委员 林毅华委员 林毅华委员要不要发言 要不要发言 OK好 来 工厂管理辅导法 是为了解决农地违规工厂的问题 民进党宣称 此次修法将以农地工厂 全面纳管就地辅导作为目标 但纵观今天通过条文内容 完全可以说是让违规工厂 就地合法大开后门 对比蔡英文总统曾说 情政清廉爱乡土 是民进党不变的坚持理念 无疑相当讽刺 农地违章工厂问题 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牵涉国土规划 食安环保等问题 但此次修法过程 却只见经济部一手主导 完全不见农委会与环保署的角色 期间甚至爆出主管违章工厂业务的 经济部官员 于一场座谈会中 公开坦诚操作假联署 支持违章工厂就地合法 并说修法通过后会募款 协助违法工厂 变合法等违法护航言语 不经济外界质疑 经济部此次修法 是内神通外鬼 目的是在包庇违章工厂 公服法最重要的精神 应该是要让农地回归农用 但是现在到底有多少违章工厂 政府部门都回答不出来 这种情形之下 还谈什么全面纳管 而今天通过的版本 除了落日条款外 我们看不到在辅导的过程中 如何防止这些违章工厂 不再增建的处理机制与罚则 看不到工厂若造成周遭环境污染 对周边农民和社区有更多的保障 在检举机制下 为防止行政机关 待乎职守的公民诉讼 也未被纳入 甚至连国民党所提出的 由行政院长 召开行政汇报 针对农地违章工厂处理情形 进行监督管考的建议 也遭民进党以多数暴力否决 试问这样的版本 真正能够落实土地正义了吗 法律应该是为世代永存 及福祉去努力而存在 所以我们希望在法通过之后 应该是要更积极地面对 以及解决问题 否则 毁国 毁农 灭国的行为 将对台湾留下不可抹灭的伤害 登记发言委员军委发言完毕 我们继续进行讨论四项第五案 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